第四个爱上黑人球员的中国女生。已成他第二个女友,直言,没压力。 说起黑人球员,不少球迷第一时间就会想起科比、詹姆斯等NBA球员。 但其实并不然,在中国球团中,也是涌现不少黑人球员,甚至他们也有不少中国女生爱上他们。 可以说,随着中国篮球和足球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外国球员也是纷纷进入中国球团分一杯羹,特别是拥有超强身体素质的黑人球员,就成为各大球队炙手可热正强的一员,马布里、JR、劳森等都是其中之一。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进入,也是让不少中国妹子成为了他们的粉丝。 最出名的就是当年慈世平来到中国情的时候,把中国一位女歌手高欣欣带回了美国,两人是深入恋爱中。 而前不久,中国的混血黑人球员秋天也是晒出了一张情侣照。 从照片可以看出,两人是相当安爱,而且这位中国妹子也是对于这位中国男篮中首位国子号混血球员相当的温柔。 然而,不仅仅仅是中国男篮中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中超中也是有。 同样是中国黑人混血球员,同样是首位国子号球员,爱迪弗朗西斯是在中超中相当出名的。 如今效力于上海绿地深花足球俱乐部的她,也是和秋天一样,一样爱上中国妹子。 前不久,她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中国女友,两人已经是住在了一起,身穿睡衣是相当开心。 不过意外的是,这已经不是爱迪的第一个中国女友了,她在一次专访中曾表示,我前不久和上海的女朋友分手了,而如今的新女朋友是大连人。 看来对于这几位黑人球员来说,对中国女生也是情有独钟,而这位女生也是相当的仰慕这些黑人球员。 特别是现在爱迪的第二个女友,她就表示,和爱迪一起没什么压力,也是过得相当开心幸福。 特别声明,本文为自媒体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 东方体育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